那今天我们听到很多专家学姐 不同对大师追思祷念 非常感动 那我个人跟大师的缘分 都是通过我们的学校 所以我也希望借这个智慧 怀面大师的重大缘 众所周知 与教育培养人才 与文化弘扬佛法 就是佛光道长四大宗旨之二 因此佛光山跟很多教育之构 与文化团体都有共同语言 可以合作无间 我们香港中文大学 也因为这个教育与文化的工作 跟训音大师以及佛光道长 结下误解之言 大概于1999年 当时的我们学校文学院院长 郭肖唐教授 希望在21世纪之初 办一次高质量的国际研讨会 当时他准备了一份 邀请主题演讲的嘉宾名单 有哈佛大学著名的杜卫明教授 跟佛光山的信任大师 为了表示我们对大师的专敬 我们在当时佛像讲堂的主持 满年法师的协助底下 甚至到了台湾 向大师做出邀请 向大师请医 当时国教堂院长指派了当时 宗教师的师主任李志尚教授 跟我陪同他出访高崇佛光山 大师非常慈悲 马上答应接受我们的邀请 所以在2000年1月8月 大师就应我们的邀请 到了香港会展 到了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就21世纪的未来世界为题 给大会做了一个主题演讲 这一期的演讲得到 当时很多学者非常高的评价 特别是当时另外一位主讲嘉宾 杜卫明教授 因为当时我也在场 他一直对大师的演讲 非常非常评价非常高 就在这一次世纪之初的 国际研讨会的因缘底下 我们香港中文大学 开始与佛光道场 筹划于港中大 建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 我们花了五年时间 首先开展了不同的合作 包括合办讲座 禅修活动 带大领学生到佛乡讲堂 进行敬意学习 终于在2005年4月18日 因缘成熟 大师清零香港中文大学 连同当时我们的校长 刘军毅教授 在香港中大主要堂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建进港中大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的成立 这是香港第一所与公立大学 涉立的人间佛教研究中心 意义非常重大 第二年就是2006年12月3日 大师在深情侣的港中大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的安排底下 做了一个创与我们学校 崇基学院礼拜堂一起周会中 给该院的超过1000个师生进行一场佛学演讲 我们知道崇基学院前生是国内13间基督教大学联合组成的 每个星期他们都有周会 有读圣经唱诗祈祷 再请一位嘉宾演讲 大师在尖上天下的精神非常自在 气定神贤的 在我们校内的礼拜堂主讲 尝试一朵花的佛学演讲 这是大师宗教共荣理念的一次具体的表现 大师的演讲在校内 牵起了一阵参伞的日潮 久久不退 在2010年4月13日 当时我们学校的文学院院长冯炳真教授 决定再一次邀请大师利宁香港中文大学 在少艺夫讲堂举行一场残语物的讲座 大师就残语物的主题 给我们的师生开示我分享 大家听得如是如坠 现场掌心不绝 三年以后 当时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精细校信 当时的校长沈祖阳教授 非常虔诚的邀请信任大师 再一次利宁港中大 跟他与校内的师生 以传承开唱 从中大创校50年看大学生人文关怀为题 进行对话 希望借助大师的智慧 提高我们学校的人文关怀 与心灵教育 这一期对话非常成功 演讲厅接近600个座位传播爆满 不少出职的人要在场内职地而坐 这样子在校内牵起一阵 学识佛教文化的日朝 为了感谢大师对港中大的贡献 沈少奖决定向大师 颁受荣誉社会科学博士社会 由于知道大师当时因手续后 需要修养 沈少奖于2017年5月16号 趁机率谈前往台湾 向大师亲戚班寿 荣誉社会科学博士证书 我们知道一般荣誉社会的班寿 可以不出席来班寿 但是由校方自己前往班寿 是非常罕有的安排 其实沈少奖为了代表我们学校向下师生 给大师对学校以及整个香港所做的贡献 聊表敬意 同时表扬他发扬人道精神 及对传球公益事物的贡献 大师的重大语言 事实上不止上述所提及的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重点回顾几项 比较重要的事项 我个人 见到大师最后里面是2019年12月24日 佛光山举办世界神明联谊会 世界神明联谊会 因为我个人听名多时也知道举办了很多届 我只能于2019年有机缘跟我们香港的私事员 就是黄大仙次前往高雄佛光山 见证了世界神明联谊会 也是我个人对大师尽闭的五体投地的事件之一 因为谈宗教共荣 提倡宗教对谈的人不少 但是一般是子欲理念的多 增进实践宗教共荣的道场不多 尤其是对民间信仰的团体 能够包容专重 甚至邀请他把他们的神明也带来 共同交流 这个是绝对是大师慈悲伟大的唱句 他见善天下的精神 却是我们的典换 他不光善于硕理 虽然他自己说不喜欢硕理 但是他是非常硕理 我们都知道 也喜爱落实 他永远是畸形合一 我悲美的我 我希望借此机会向伟大的大师 表达我无限的敬意 与赞叹 因为时间关系也是我主持的不好 时间超过大会给我们的时间 非常抱歉 我们这一场的第二场的发表 就告一段落 我们现在把时间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事宜 谢谢 感谢主持人兼主讲人 谭伟伦教授 以及其他四位主讲人 黄向连教授 朱庆治教授 索罗尼教授 胡永焕教授 也感谢各位新进大德参与 上午的场次发表已圆满 现在是午休时间 请各位教授法师 观众小座休息 下午场次的发表会 将于两点开始 那我们下午见 谢谢